身體皮膚布滿大大小小的紅疹塊 就連手指都難逃入侵 覺得癢抓了還會痛 這種肝癩的痛苦 並有黃先生感同身受 乾癩引發失眠 更可能造成情況惡化 尤其冬天日照少 更是肝癩耗發的季節 冬天的時候因為製造減少 然後太陽光其實是 有部分可以調節我們 皮膚免疫力的效果 有些病人常常會在冬天 忽然平常都好好的 然後都變得非常嚴重 乾癩治療方式很多 輕微者擦外用藥膏範圍大一點 經由醫師評估 可以搭配口服藥物 或是光照治療 要是再沒有改善 最新的針劑型生物製劑 則是另一種選擇 如果是跟外用的藥膏比 那當然這個效果讓病人的滿意度 是比較高的 它主要的規定是適用在中中毒以上的 嚴重程度的乾癩病人 醫生強調乾癩屬於免疫系統疾病 治療上必須聽從醫主 並且持之以恒 日常生活上作息要非常正常 避免熬夜抽煙喝酒 還要懂得調適壓力 搭配藥物治療才能事半功倍 記者新竹綜合報導 謝謝